我觉得AI这次机会的话 对于国内的这个企业来讲的话 应该是一个就是世界性的一个机会 就换句话说呢 我们绝对是有机会 用AI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机遇 出来更多的世界级的公司 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可能是三件事 一个呢是数据 第二个是 我们之前的有一些 基础的社会性的行业比较落后 然后呢最后一个呢是文化 就是数据落后和文化 这三件事可能会孕育出 世界级的这种公司的机会出来 那第一个事的话呢 先说是数据 数据最大的事 中国的好处是什么呢 对隐私关注的要轻松的多 网络安全法今年6月1号 才开始实行 那国外的隐私法 已经实施了几十年 中国现在这个6月1号 颁布的只是一个实施 然后呢它的细则还没有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中间会有大量的这个实验 那这个呢就为数据的使用 其实创造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我打个比方说 就是咱们现在比较火的 这个安防的行业 那安防的行业 第一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摄像头 第二中国的摄像头 在被智能化的时候 碰到的阻力 可能是世界各国最小的 对吧 那这样的一个好的 一个应用的环境 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基础 完全可以把AI的公司的产品 然后呢磨合的特别的好 然后呢有了这种产品之后 那就跟之前我们买国外的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训练 出来的好的模型 放到产品里边去 再输出到世界各国的 这个其他的地方去 这是数据的第一个事 就是我们对于数据的 总体的使用环境 比较宽松 数据的第二个事的话呢 就是我们数据比较多 这个事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巨大的 一个人口的红利 说到数据多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能我们也在看 就是说对于现在 比较通用的领域 像图像 像语音 那很可能呢 它最后会向着免费的方向去发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都是大公司的必争之地 就是说我这意思是说 从作为技术本身 比如说我们看科大讯飞的语音 它就一直是免费的 那图像的话呢 现在还没有免费 因为它后面需要的计算资源 还是非常的多 它需要的对于 包括像人脸的一些应用 那它的需要人脸的资源 还非常的多 所以还有一些 这个2B的应用 在支撑和支持这件事情 那所以说呢 但是从它作为一个技术的 基础设施来讲 因为有这些巨头的公司 所以它很可能会免费 那为什么说数据多 对我们整个创业的生态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人多 那我们在一些叫细分行业的应用上 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对吧 就是说 假设说我们有一个 可以服务100万人的 这样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应用 100万人其实是一个 很难达到的一个数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中国 比如说某一项癌症 那像肺癌 一年可能大概是60万人左右 所以说100万人 在中国 就是在一些这个具体的应用上 都是很小的数字 那在一个人口国家 稀疏的地方的话 它就变得就更少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数据的人口多 这个呢 也是我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这是数据 第二件事呢 就是咱们落后 落后这个事有什么好处呢 落后这个事说明 就是你这个历史的包袱比较小 今天那个主厂是阿里巴巴 感谢阿里巴巴的 那个各位同事创造的这个平台 那阿里巴巴之所以能 出来变得这么快 这么大 本质上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零售太落后了 对吧 我们 我们零售的时候 然后呢 就地产商他们 吸取了太多的 这个分层 导致的落后 那所以说 落后这件事 其实反过来看的话呢 就是一个好事 那比如说 现在我们 比较火的这个新零售 新流上 其中有一个 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说 很多的这个零售 很多的线下 它的管理的话 都比较的粗放 都不够的细致 那不够细致之后 其实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以前的时候呢 没有好的科技的手段 没有好的科技的手段 那现在的话 我觉得人工智能 最大的好处的话呢 它就是能降低 降低科技的使用门槛 你比如说 我在商场 要做个统计的人流分析 那我是不是挂个摄像头 这活就可以干了 那你要是找一个人 来做这件事情 那很多人是没法做的 或者是说 要操作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就像比如说吧 我们的信息化 其实大部分的 教育工作的完成 其实是 手机完成的 之前的时候 电脑在使用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不会用 所以很多好的 管理手段呢 就是 就是实行不下去 那我觉得 人工智能这个事 在中国 它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 整个社会来讲 它所受到的教育 的那个水平 其实我们一开始 是有差距的 那技术使用 可以让这种 就是技术的使用 门槛大大的降低 那从而导致一个 快速的一个提升 那打个比方说 我们因为 我们因为支付系统 比较落后 所以说我们出现了 像支付宝 像微信支付 这样的好的一个应用 那现在我们的 移动支付的环境 绝对是已经 世界上是最好的了 所以说落后这件事 我觉得恰恰是 我们现在面临的 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呢 最后一件事 叫文化 为什么说是文化 因为我们现在 看很多 人工智能的创新 其实还是以2B的居多 因为 人工智能 我认为 它在出了极少数的地方 现在呢 其实就是科学研究 还有用之外 其他的大部分的话呢 可能95%都变成了 应用 应用型的 这个研究了 我们大概是在 14年的时候 投资了那个商汤 那商汤现在也是 就是两三年的时间 也是在这个 人工智能领域 发展非常好的一家企业 它B轮融资了4亿美金 那当时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清楚 人工智能到底能做什么 所以说在一个事情 不清楚的时候呢 你应该去找这种 就是说有持续性的 研发和创新能力的企业 那在一个 我记得当时 03年的时候 我跟我的老师 有一个对话 他当时的时候讲 就是说 从研究的角度 搜索 所有的问题 都已经研究完了 但是呢 就是学术问题 都已经研究完了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是搜索 商业化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机会 那现在的话呢 也是这样 就是人工智能领域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 在语音的应用 包括在人脸的应用上 可能都在迅速地成熟 那这个时候 接下来的机会呢 应该是说 大量的应用的机会 对吧 我们去找 包括有一些公安 包括我刚才讲的 零售的这样的一些 客流分析 那大量的是这种应用 而且你对零售的理解 你对你的客户的理解 的重要程度 那个你已经 就是超过了 这个技术 那这个呢 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 一件事的话呢 就是叫客观性评价问题 这个客观性评价的问题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 其实在国内的话 有很多的人情的 尤其是在管理过程中 有很多的人情的事情的存在 那 人工智能 它能够代替一部分 可以由人来做判断 和 就是做决定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 其实在管理上呢 是有巨大的意义 那这个事的话呢 在国外这个环境 基本上也不多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三件事 就是 可能从生态上来讲 我们会孕育出 世界性的 这个企业的机会 那这个呢 也是我想我们 作为一个中国 一个国家 跟其他国家 在AI方面的一些 这个比较性的优势 所以我们也是 很期待这一天 能够尽快 尽早的发生 好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